嗨,こんばんはみなさま、たまです 今天不是什麼舞蹈教學啦 今天就是純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 運動的意思啦 所以第一個 我們瘦下盤、瘦腿 我們第一個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墊腳尖 我們要用腳尖 墊起你的腳 而且是墊越高 用進你的小腿的肌肉 你小腿的肌肉要盡量拉扯到 另外一個步驟就是盆骨這一邊 盆骨這邊大家都知道 盆骨五這個東西吧 就是 它會 你的這個盆骨 就是你肚臍以上的位置是沒有動的 它是專注在你的盆骨 你的盆骨就是你做椅子的這個骨頭這裡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大腿 跟你的這邊 盆骨的地方 向前推 然後再向後 向前 向後 向後的時候是你的這個 脊椎尾這邊 會拉扯到 向前 向後 向前 向後 向後 向前 向前 然後 在你伸蹲的时候,你就尽量用你屁股的力 这边的力,坐下去,站起来 坐下去,站起来 让你的手可以这样子支撑着 然后尽量伸展你的小腿的肌肉 因为这个动作是可以非常轻松 换掉你的小腿的紧张 肌肉紧张 终于肌肉紧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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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所以这边一定要缓和 那你缓和这边过后呢 就是要缓和你的小腿 就是这样拉 拉着你的小腿 然后呢 就放下 拉着你的小腿 这个就是拉着你的 整条腿的后面的筋 往后呢还是会跟大家介绍 更多的瘦身姿势 那么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吧 お疲れ様でした 辛苦大家了 拜拜